本周-18大敢說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校園霸凌 你不要以為霸凌就是用拳頭武力打人 這種定義真的太狹隘了 尤其現在已經進入了網路的時代 所以霸凌定義已經不像從前那麼簡單了 像我自己的例子 小時候皮膚很黑 不管是同儕或者是叔叔阿姨都會取笑我 叫我歐歐歐歐 好 這種玩笑只有別人在笑 我本人一點都不覺得很想笑 這只會讓我產生自卑的感覺 這就是言語霸凌了 教育部目前就把霸凌分為五類 包含像是肢體 言語 反擊 網路 以及關係霸凌 有的從字面上就可以知道其中的意思 不過我特別想要跟同學們聊的是 反擊霸凌 好 什麼意思呢 是指不堪受到欺負而選擇反擊 或者是去欺負比自己弱小的人 那至於網路霸凌呢 則是常常是以匿名的方式 就在網路上的社群散播謠言 或者是攻擊別人 也就是我們常講的網路酸民啦 我們來看一下數據就可以發現 這網路霸凌增加的幅度最為驚人了 這近幾年來幾乎是呈現兩三倍的成長 不過我們在街坊中就觀察到了 其實關係霸凌在校園裡頭最常出現 同時也是學生們最害怕的形式 因為霸凌者常常會聯合其他人 來孤立或者是排擠某個人 特別呢 是在青少年這個階段 最重視同才的認同 也導致許多的旁觀者不敢出面制止 究竟同學們如何面對校園霸凌事件呢 我們一起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最近的校園霸凌已經不像以往的 比較像偏向物理的霸凌 現在的比較偏向關係 或是網路上的霸凌 例如IG公審 開別人副本 這些霸凌的行為 就是會讓一些同學感到非常不舒服 小時候會覺得說如果你去幫他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就是旁觀者啦 但是旁觀者也有錯 比如說在一個班級裡 大家應該是一個很融洽的狀態 那有可能會被霸凌的人 可能會面臨到說被排擠被孤立 然後導致沒有人願意去理他 然後可能團隊合作中 他會被單獨孤立起來 我個人認為乙冠西霸凌是比較嚴重的一種霸凌 然後他就是可能會給你一種 你屬於這個群體 但是又是被刻意的被分開的一個對象 對 就是有一點被騙來當這個群體的一部分 的這種感覺 如果你有不舒服 你就是可以說出來 就是不用擔心別人說 你很小細或是怎樣 或是開不起玩笑 他可能如果認為不舒服 那就應該要就是主動告知說 我不喜歡這樣 那假如說還持續不斷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那可能就需要 譬如尋求師長的協助 你可能把家長跟老師拉出來了 等於是你把事情拉正式的 你把事情弄大了 你等於是也跟他們撕破臉 假如說他要一直在找你的查 你就躲開 但如果你覺得這樣很沒有骨氣的話 你就轉學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我會先跟我比較好的朋友談論一下 就是應該要怎麼處理這種狀況 然後想個最合適 也不會傷害到大家 讓大家很尷尬的狀態 他自己知道他就是被排擠了這樣 但是他又為了可能是 不想要把事情鬧大 不想要讓家長擔心 不想要惹事之類的 最後導致就是 悶一口氣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因人而異 因為有些人就不會去理 別人講什麼 那有些人很在意 但我認同不會理的 就是不要讓他一個人 因為如果他一個人 他只會變得更加寂寞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跟他講話 我好像就是會一起被發臉的感覺 那如果你不在意這些事的話 你就可能可以成為那個大好人 大家畢竟要共識 在同一個班級裡面幾年的時間 然後尤其像報告跟玩樂 都是就是高中 國中 學生生涯很重要一部分 所以就是不希望把氣氛搞僵 大家都可以好好共識 跟一起生活這樣子 剛剛我們看到 許多同學都提到 同窗朋友在國高中這個階段 真的很重要 所以遇到霸凌事件的時候 就會很害怕撕破臉 或者是選擇不吭聲 有一份兒福聯盟 針對兒少做過的調查 就檢視 當他們看到有人被網路霸凌的時候 有高達47%的人 假裝自己沒有看見 而且也有44%個人表示 想要幫忙 但是卻不知道如何伸出援手 再來只有兩成的孩子 會出面替受害者說話 那麼這種低調做法 讓校園霸凌事件持續的增加 我們就來看這樣的數據 以學制來分 國中校園的霸凌事件最多 其次是高中高職 以及國小的階段 好 這樣的柱狀圖 是一年比一年 還要來的增加 那兒福聯盟也針對被霸凌者 進行調查了 結果發現呢 這個大部分的受害的兒少 都會覺得很難過 很受傷 有58%的人會覺得很生氣 另外呢 是有4成6的人 他們會覺得很無奈 有3成的人會想要報復 令人心疼的是 有超過1 4分之1的孩子 一度覺得不如死了算了 可見霸凌對孩子們的身心傷害 是很大的 那教育部呢 不斷在校園推動霸凌的防治工作 而根據教育部的定義 霸凌是指長期 而且重複遭到某個人 或某群人的負面對待行為 以至於產生在精神 生理上的損害 影響到了正常學習 不過這種持續性的說法 似乎很難界定 對於家長以及成年們 又是怎麼看的 持續性這個 它本身這個詞就滿有空間 大家都會對持續性 有不一樣的定義 有些人可能覺得 一個月其實就是持續性 有人可能覺得 一個學期 兩學期以上 那才叫持續性 所以我覺得本身 它這個條件就已經 就很寬 很寬 很難 就是要怎麼去界定 我覺得它定義本身 就已經有點問題了 漠視或者說是應該說 排擠其實就已經可以算是一種霸凌 不一定是直接有行為上面的攻擊 持續性看是這個行為的持續性 還是對於當事人後續影響的持續性 有時候一個簡單的動作 對某個人 對特定的一個人來說 那可能是一直以來的 一直記得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也是一種持續性 所以我覺得這確實需要再更好地 去調整它的定義跟它評判的方式 你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做了一些什麼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算 只是當事人知不知道 以及對當事人的影響是什麼 我還是希望學校可以從旁協助 因為家長送小朋友來學校 那有一些事情是家長看不到的 除非學校裝監視器 我們可以線上隨時看孩子的狀況 但是我們沒辦法 對 所以我就變得說 要隨時觀察小孩的狀態 我會問他說 你今天在學校開不開心 你今天點心機什麼 有沒有跟同學玩 今天發生什麼事 我每天都跟他聊天 就是讓他習慣性 可是當他有一天不說 或是育緣幼稚的時候 我就會問你怎麼了 我會希望說 小朋友是信任爸爸媽媽的 知道爸爸媽媽可以幫助他的 我覺得霸凌不會只有同學 有時候老師也會霸凌 因為我的孩子有這樣的經驗過 是老師因為他不會唱某一首歌 然後就逼著他唱 他就是不會啊 因為這首歌是對岸正在流行的 某一首遊行歌曲 他就認為他應該唱 因為他那天的上課是不專心 所以老師罰他唱歌 可是因為他站不出來 因為他唱不出來 所以就被站了一節課 然後當下他就崩潰 他就用他的水壺敲自己的頭 那他就總講 因為我覺得霸凌很多種 有時候我覺得這樣也是個霸凌 同樣的行為對不同人來說 可能會造成難以想像的陰影 我們的節目實際走上街頭 去訪問之後 幫大家整理一下 同學們跟成年人 都是怎麼看待 校園霸凌的問題呢 以青少年的角度來看 除了傳統的肢體習慣之外 像是網路的社群工程 都可以視為霸凌的一種 那麼發現不對勁 選擇旁觀的同學來說 也算是霸凌的行為 還有一種是在團體刻意孤立 為什麼就是有些人不敢反抗呢 好就是擔心撕破臉啦 怕原本的關係回不去啊 至於成年人來說 則是對於霸凌必須是 持續性的行為提出了疑慮 那麼如果除了肢體語言 如果默示或者是排擠特定的同學 或是在公開的場合 對你冷嘲熱諷 導致心靈受傷都算是一種霸凌的行為 好 面對這一些霸凌的情形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去面對呢 今天我們請到了這個身心診所的院長 楊聰才楊醫師來到現場幫我們解惑 楊醫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身心診所的院長 楊聰才醫師 好 楊醫師我們就想要請教您喔 我們實際訪問了很多的學生跟家長 其實都有一種狀況 那麼就是有人可能處於一個被霸凌的狀態 但是我們自己就很難去判斷了 到底我們要去怎麼自我覺察呢 還有周邊的市長 請我們同學可以留意哪些細節呢 如果一個孩童在校園被霸凌的話 那他可能會呈現了幾個狀況 是第一個 比如情緒方面呢 會呈現不穩定的狀況 比如會呈現呢 抑怒啊 焦慾啊 或是是憂鬱的狀況 那有的時候呢 但是會反映在睡眠上面 會覺得睡不好 會常跟你說他做噩夢 再來呢 所以會跟你反映他不想上學 那個是拒絕上學 可能是畏懼上學 那可能會找很多理由 甚至會呈現身體不舒服的症狀 跟你抱怨頭痛啊 然後肚子痛啊 心跳很快啊等等 真的你帶去做醫院做檢查 他會說器官沒有重大異常 那當你跟他談到學校的時候 他又表現出一部呢 可能很不開心的樣子 包括畏懼或是憤怒的樣子 這些都可能是有效語言被霸凌的一個跡象 另外我們想要問醫生了 如果呢 這個在第一時間呢 遇到了霸凌到底要怎麼樣 有效的面對呢 大部分看到所謂霸凌還是以多欺少的狀況 那你組成跟你志同道合的團體小組同學 大家一方面呢 可以互相情緒支持 互相交友打氣 也可以形成一股力量 然後避免別人來欺負你 第二個呢 被霸凌的人呢 被霸凌的人呢 其實呢 他應該適當的向師長 跟家長做反應 然後呢 讓他們呢 一起去介入了解 到底呢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霸凌的前因後果 然後呢 適當的該做處理 那當然呢 如果除了說霸凌 說不定是網路霸凌 那這種網路霸凌就可能適當的 要關掉相關的資訊 有需要的方法 甚至呢 要循法律的管道 報警 做適當的處理 就跟醫師說的一樣 學會用自己的方式發出求救訊號 讓周邊人有機會幫你一把很重要 今天很謝謝楊醫師帶給我們分享 以及觀察了 那面對校園霸凌呢 我想鼓勵大家勇於站出來 讓被霸凌者知道 自己並不孤獨 你的想法也跟今天的同學一樣嗎 還是有其他的想法呢 記得留言跟我們一起大膽說